救護車趕到快速大路紮道 分割島整片被撞壞 連接車四腳朝天翻覆 滿目瘡痢 車頭嚴重變形 就像麻花卷一樣 駕駛躺在單架上 腿部骨折流血 幸運減回一命 過來過來 翻覆地點在台南北門 快速道路 重達43公噸 滿載飛灰的連接車 先撞到分割島再翻覆 飛灰灑滿地阻礙通行 造成交通大打結 現場出動兩輛大型脫掉車吊掛 但是車頭變形太嚴重 跟車斗勾住 增加吊掛難度和處理時間 行至台六一線北向扎道時 失控插撞左側分割島後 車輛翻覆於台十七街 台六一線北上扎道口 初步研判 由於是下坡路段 懷疑是連接車速度過快 導致失控反覆 有沒有操載 還要進一步釐清 好險反覆當時附近沒有車輛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記者賴關章台南報導